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在同一天辞任了 中国中旺有些朋友可能不了解 它其实是中国铝挤压制品最大的生产商 它是全球第二大亚洲最大的工业铝挤压产品研发制造商 它这个产品的应用范围非常广 下游的主要交通运输 航空 机械设备 建筑 电力工程等等 算是应用非常广的一个领域 那主要就是把这个铝钉给它进行加工 进行深加工挤压 做这种产品 那这个中国中旺呢 其实这个公司啊 目前的市值呢 在港股啊 只有91亿港币 在8月27号呢 就停牌了 它这个半年报发布不出来 而且去年的年报啊 这个快据事务所给它发布了一个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所以它这个快据报表呢 可能是有问题的 那像这类民营公司呢 就和我们之前我们讲到PPI和CPI的减刀差也有关系 之前我们说这个PPI和CPI的减刀差非常大 那大家看这张图 那可以看到啊 中国这个PPI就是工业生产者指数 主要是代表这个上游原材料价格的CPI呢 主要是代表这个下游啊 这个终端消费品的一个价格的指数 它俩这个指数的减刀差呢 是越来越大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15年以后啊 工业色结构性改革啊 它就有一个减刀差 但只不过当时的减刀差呢 没有现在这么大 那你看这个红色的线和这个黑色的线 这个喇叭口越来越大 那走到现在呢 你看这个PPI 9月份的是10.7% CPI呢 是0.7% 这个减刀差呢 将近10个点 非常大的一个喇叭口 其实呢 就是说明啊 这个中下游企业啊 日子比较难过 它既受这个上游原材料成本高涨的挤压 也受下游需求不振的挤压 所以说 这就是这个减刀差的意义 那这个中国中旺呢 它做这个铝的深加工啊 其实呢 也是框到了这个里面 它的上游需要采购这种原铝 这个铝钉 然后下游呢 把它进加工以后啊 再卖给下游的这些 这些行业的公司 所以说呢 在这个PPI的上涨中呢 它也是受挤压的其中的一个 但是这个呢 并不是它爆雷的最主要的理由啊 最主要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呢 还是它这个财务报表啊 就能看出来很多的猫腻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中国中旺啊 它这个 你可以看啊 它其实这个营收啊 一直就200亿左右的一个水平 然后净利润呢 自09年上市以来呢 也是一直是有净利润啊 基本都是挣的 没亏过 但就这样一家公司呢 啊 突然它就爆雷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资产负代表啊 你看它资产负代表 这个尤其是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啊 这么大的一家公司 一年营收200多亿 资产规模将近1200亿啊 结果这个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呢 只有3.99亿啊 截止到去年年底 而且这个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呢 从18年12月31号 你看当时呢 18年底还有150亿啊 19年年中呢 有77亿 19年呢 年底是10亿啊 你就看到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呢 啊 这个迅速的减少啊 这个本身就代表了很不正常的一种情况啊 你一家一家正常经营的企业 你相对来讲这个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啊 要保持一定的这个跟你营收相匹配的一个比例 对吧 你不能是这个 这个突然的减少啊 减少到只有这个3.99亿啊 那么跟你的营收和资产规模很不匹配 然后你再看一下它的资产啊 它的资产其实是很很虚的啊 你比如说这个 营收账款的票据啊 这个啊 越来越增长 越来越大 到20年底的话 有199.4亿啊 营收账款和票据啊 这就是它资产的很重要一部分 对吧 还有这个预收款项 还有按这个其他营收款 119亿啊 这两个加起来就将近300多亿啊 就资产里面有300多亿都是这个挺空的东西啊 这个收不回来的钱啊 或者是付给供应商付出去的钱啊 或者是被大股东拆借的钱啊 就这玩意儿 然后再看到这个固定资产 对吧 物业 厂房和设备啊 看上去有685亿 但这些东西呢 往往都是被已经抵押或者质押过了 对吧 其实也是啊 就是真正的不动产 说句不好听 这个流动变现的价值是极低的 所以你看它的资产总额是吧 1279亿 看着挺大的 价值很大 实际很空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负债啊 负债呢 却实打实的不少啊 这个 而且负债每年都在增加啊 你看从这个 161718年啊 不停的增加 从133亿到154亿 是吧 到251亿啊 不停的去短期借款去借钱 然后这个长期借款也不少 对吧 417亿啊 这个负债呢 就是我以前讲过一个概念啊 就是说负债是刚性的 是吧 资产是软的 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 是吧 这大量的负债 这都是刚性的 借银行的 借信托的啊 借这个融资租赁的等等的钱 然后 那我们可以看到总的这个啊 总资产 呃 资产减去负债啊 就是股东权益啊 369亿啊 这个资产负债率长年70%左右这个水平 这个呢 就是啊 中国中国网的一个一个资产负债表啊 简单的 我们去看了一下 如果我们再往深的看 看他的辅助啊 什么的 我估计就更多的猫腻了 是吧 更多的问题 所以说像这种公司呢 其实就是典型的僵尸企业啊 他这个 这个其实生存啊 这个是举步维艰的 然后呢 他也没有特别高的这种附加值啊 这种科技含量各方面都不高啊 属于是一个 这个 这个要死不活的这种僵尸企业啊 当真正的这个宏观环境稍微变差一点啊 他就很容易爆雷 好 那中国中旺呢 啊 其实我们再看一下 他其实呢 呃 搞过一个产荣结合的道路啊 在2015 16年这个就试图搞 搞了一个中旺系 对吧 他参 这个持股一个保险公司叫均康人寿啊 然后还有 中旺财务啊 什么红台国际融资 租赁啊 对吧 然后参股很多银行 什么辽宁银行 大连银行 吉林银行 大清银行 龙江银行 对吧 辽宁 辽阳农商行等等 所以你看这种民营企业就发展到最后以后 有很多啊 都走上了这种道路啊 一个是财务上眼花缭乱的这种操作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种啊 所谓的产荣结合 其实就是弄几块金融牌照啊 然后想办法给自己融资啊 其实 但是到最后很多钱啊 都是这个不明不白的 不知道到了哪里去啊 好吧 这个呢 就是简单给大家讲一下中国众望啊 就是引以为戒吧 就是这个有些民营企业确实是啊 这个从前些年的这个 我记得康美药业啊 包括康德新啊 突然的爆雷 是吧 账上的这个货币现金几百亿啊 就消失了啊 很容易出现这种状况 就看着很很大啊 实际有的时候这个青岛啊 也是片刻之间啊 就倒下了 好 这个就是简单给大家分享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